然後在這邊 進到這個房間 就是進這多少 三隻幾 三隻四 到這邊射 到大概這個位置 就是這根長跟這根短 就大概這個位置 一樣不是很確 不用不用非常確切 因為你打多次之後就知道 大概就是這個位置 從這邊射可以直接射到 然後就可以直接射 然後像這樣 下面那個你可以一次射兩個 但是不是每一次 我只能說大概就是 這個 就是這個位置 我只能這樣 我只能這樣講 所以但是 你有時候用 你有時候沒打到也沒關係 你就用三發 好像沒打到 一樣就三發 你射這邊沒關係 你不會射到他的手 你要射 但你要射的哪邊都可以 射這邊或射這邊都OK 一樣 直接瞄 第一個直接射 然後第二個 大概瞄這個位置 有時候可以一次射兩個 然後 人出來之後 要記得要爆頭 沒有爆頭不會一槍死 不會一槍死 記得全部要打在頭上 可以花一點時間瞄 可以花一點時間瞄 然後這邊記得裝蛋 然後這個紅色衣服的 記得把他射倒之後 換手動蛋 然後這邊 這邊要記得 這邊一樣也沒有很確切的方法 你要自己丟才知道 這邊你要自己算一個timing 這邊我不能告訴你 一個 一個什麼非常確切的timing 因為每個人個人習慣不同 我只跟你說 我自己的方法就是 你等那個羊頭 他一開始會舉手 他手放下來之後 你把他射倒 換手動蛋出來之後 稍微往下瞄 等一下 然後丟 等一下 他剛才時間密死 你把他射倒 這邊只能擠著裝 你把他射倒 大概就是這樣 射倒之後 被手放下來 往下瞄 等一下下 丟 這只是以 我個人的方法 這是 一樣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手動方法 我們這邊再重新一次 我們就 每次都飛出去 我們就假裝 炸 炸歪了 反正這邊要炸的一個重點 就是 一定要記得 那個紅色衣服的一定要炸死 你那個手動蛋一定要碰到他 你其他教徒沒有炸到就算 你那個紅色衣服的一定要炸到他 一樣 我這邊的用法就是 拿出來之後 開瞄 他手放下之後 曲他腳 手彈 向下 丟 然後有時候 假如說你 MISS好了 正常他會在這邊 Ash在這邊會被抓 然後記得 打頭是可以 當然是打頭是最好 但是因為有時候 Ash會跟那個教徒重疊 所以 建議就是 保險一點就是 先把教徒射倒 然後再射教徒一槍 這樣會比較好 比較保險 然後如果你好奇要從哪裡射會比較好的話 我建議從這邊 這邊射是最好的位置 如果他被叫 如果你Ash被抓走的話 如果你Ash被抓走的話 然後 來一下 來不及了 我要說剛才 剛才那邊有顆寶石 就是在那個 Satter畫像的右邊 那個花瓶 那顆是個寶石 那個寶石可以拿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反正要記得 最後你TMP要記得 TMP要記得裝喔 就是你 你寶石不拿沒關係 可是你TMP要記得裝 因為你時間 時間可以省 但是如果你是金錢上有問題的話 當然 你TMP可以玩點裝嗎 Hello Acid Acid Holo Welcome I'm currently making a tu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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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就是Ashley Ashley這邊 直接轉過去 直接爬這個 第一個 第一個教徒直接不理他 然後其實這個 這個轉柄啊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 鼠的 你也可以用 這個 用視覺 用視覺的方法來看 反正如果你是要用鼠的話 我就是建議 因為這最簡單 也最保險 反正就是這邊 這個轉軸 有 等他轉14次 然後另一個轉軸 轉80 Ash 就可以過了 那一樣 你當然可以不用用數的 你可以用看的也可以 2 3 4 5 6 7 8 9 10 7 12 13 14 就大概這個位置 當然 再下來一點應該也可以 反正就是如果你喜歡用 你喜歡用看的話 這樣也可以 但如果你想要用數的話也可以 然後但是這邊呢 就是轉8下 7 8 然後記得8下要轉完 所以基本上是轉到快9下 的時候再離開 然後記得如果這個人離你太近 我會建議 他如果已經貼到你旁邊的話 先建議後退 後退再做轉身會比較好 如果你直接轉身 可能會被抓到 因為這邊他離我不近嘛 所以可以直接轉身 直接進去 這邊就是解謎應該應該也沒什麼好講 大概就是這樣 流程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拼圖 應該應該大概也知道 就中間這個過來 然後外面全部做一個 瞬時針 再拿走 直接轉身 這邊 來得及喔 不會被他們卡到 然後這邊 這個 騎士的攻擊 躲掉喔 應該也 沒什麼好講 畢的全部躲掉 然後 然後 Ashley Ashley的部分這樣大概就結束了 用力放進去 轉完 然後第三章就結束了 Oh,Ashley Thanks for the follow 然後 I forgot to say that I forgot to say that 然後Ashley過這段文之後 第三章就結束了 然後再來就第四章 然後再來就第四章